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29号星期五 欢迎大家参加每日才经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央文明办的新规 与中国的失业,这是一个 比较宏观的新闻 那么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声音怎么样,有没有杂音 给我一个回馈好吗 有没有杂音 大家给我一个反应 声音有没有杂音,因为昨天直播二的杂音比较大 那么我想看看今天情况怎么样,没问题,OK 好 好了 OK好,那我们继续新闻 停下来,可以了 中央文明办5月27号发布消息,说什么呢,说 在今年全国文明城市的评比当中,明确要求 不把这个战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作为文明城市考核标准的内容 那么目的是为了推动这个恢复经济秩序 满足群众生活需要 这个消息其实蛮有震撼性的 然后呢这个 其实反响是很大,在国内反响是很大,因为 在国内的很多的视频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个社会不公,或者是 政府对市民的这种欺压,通常是什么 通常就是商贩,流动商贩 那么城管,城管是 我印象中应该是在 2000年左右吧,城管应该是在中国 是臭大街的部门,那么现在这方面的新闻少了一些 那么 中央文明办出一个这样的消息,这个影响很大 那么反映什么呢 反映现在的失业情况非常严峻,我看我在网上有人调侃 说你看这个中央文明办都说了,现在工作找不着,没办,没关系 摆地摊吧 现在就是 摆地摊成为解决商贩,解决生计的一个办法 那么李克强的记者会,昨天的记者会,其实我们有很多没有讲 没有讲 那么他是 其中讲到,其实讲到了失业,讲到失业 我就讲讲李克强的这个话 那就业是最大的名声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天大的事情,这没错,讲得对 这几天我看中国政府网上的留言,可见这个李克强这个信息来源很单一 你想一下 中国政府网就他自己办的,他就看他上面的留言 大概三分之一都是谈就业 其中有一位农民工说他50多岁了 一个农民工会跑到中国政府网上去留言,这也是罪了 你相信吗,我是不相信 一般人都不知道中国政府网的,怎么会知道中国政府网 记者才知道 在外打工30多年,每年如此 但是今年还没有找到工作 全家陷入困境 还有一些个体工商户已经歇业几个月了 然后一些外贸企业现在没有订单,影响员工就业 对他们的困难我们要予以救助,但从根本上说 还是要帮助他们就业 中国有9亿劳动力,没有就业就是9亿张吃饭的口 有了就业就是9亿双可以创造巨大财富的手 这话都没错,话都没错 然后他又说 前两周我看到报道 西部有个城市 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 结果一夜之间就有10万人就业 我经常说 李克强团干部出身,他真的不了解情况 一个城市 如果一口气搞了36000个流动摊贩 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都活不下来 10万人就业,你想得多少摊贩 那些摊贩有生意吗?核心的问题 不是有多少个摊贩,核心的问题是有谁去吃饭 所以李克强不懂这个 我善意的理解他是不懂 然后他说,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 但是有6万 6亿中低收入 及以下人群 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 左右 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的困难 现在又碰到疫情 疫情过后名声为要 话都没错 那么我们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可以知道什么呢 可以知道中国的失业的情况非常的严峻 严峻到什么地步呢 严峻到已经遮不住了 李克强在一个中外记者会上讲这个问题 可见这个问题有多么严重 那当然 文明办出一个规定,说大家可以去摆地摊 城管不能管 城管当然不是不能管 是不用管,为什么,因为 文明城市考核里面没有这一条,把这一条拿掉了,摊贩没有这一条了 文明城市是怎么回事,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其实中国的国家治理是 怎么说呢 就是非常的畸形,非常的畸形 这些畸形跟什么都有关系,所以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我等一下跟你讲,为什么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 然后呢,就是我们前两天也报过,叫Swift 环球银行 金融电信协会 公布的数据,4月份 4月份 人民币的支付金额减少25% Swift其实是全世界的 所有的银行的交易 所有涉及银行系统 就是通过银行系统进行的交易 都会 都会在Swift的系统里面发生 它是一个 它其实是个电报网络,或者是个电讯网络 电讯网络,银行通过电讯进行交收 进行结算 所以它是最准确的反映什么 它是最准确的反映交易活动,或者是经济活动 因为所有的经济活动 都会最终反映到交易上来 交易的多少反映了经济的活跃程度 中国经济在4月份 它的交易金额减少了25%,比上个月 比3月份还要少,不是比去年同期 比去年同期就没问题了 比3月份还少20% 我们把这三件事情放到中间来看,大家就会很清楚 我现在不看统计局的数据 原因就是因为实在是 实在是太离谱了,所以我不看那个统计数据 所以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非常的严峻 其实 从中国开始重启经济,3月份开始我们一直在讲 中国经济现在最大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小企业的 中小微企业的大规模的倒闭正在发生 到现在为止应该是该倒的差不多都倒完了,这是第1个 第2个 那么现在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是什么? 就是失业 那么 你可以看 中央文明办出通知,说这个摊贩不考核了 那也就是说各个城市都可以放开了,等一下我为什么讲,文明办会出这样的规定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数据实际上是反映了这种情况 就是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之后 大量的人口在失业 而且 他们找不到工作 李克强都说他们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找不到工作就去摆地摊吧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那么中国的失业率到底有多少 失业人口到底有多少,我们之前讲,我们之前讲过一个数字 两亿三千五百万 两亿三千五百万其实它的构成是什么 它其实构成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是农民工 农民工失业的情况,农民工已经找不到工作,原因是因为 城市配套的中小微企业在倒闭 这些中小微企业倒闭了,导致农民工一时之间找不到工作,这些中小微企业会不会恢复 但是不是现在 为什么 因为你需要整个城市运作起来之后 这些中小微的城市配套服务才会有需求 它才能活下来 我们比如说餐厅 特别是那些小摊,小摊小贩可以 但是小摊小贩 具有人口 请雇不了很多人 两口子的这种摊贩根本就不需要雇人 所以真正能起来的就是餐厅要起来 餐厅要起来 那需要什么?需要城市开始正常运转 这个城市正常运转,你就是reopen 经济开始恢复正常 那你看一下 Swift的数据是 中国全国,它是全国的数据 人民币的交易,人民币交易4月份比3月份还要低 25% 那就意味着什么?实际上中国的reopen 就是在3月份 在它重启的时候 真的响应政府号召的这些企业 那就倒了一大批下去 就倒掉了 就是 很多中小企业 他就一看,开始重启了是吧,那我就开业吧 开业其实意味着什么?开业就意味着成本 如果你没有现金流进来,没有生意进来的话 你一开业 每两下就倒闭了,一看生意不行,关门吧,走了 这就是为什么4月份比3月份还要低的原因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为什么现在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在整个城市配套的中小微企业 3月份有一部分恢复的,现在倒闭了 那他们更找不到工作 这是一大块 然后还有一块是什么?就是出口,外贸贸贸贸贸 外贸企业 外贸贸就是贸易公司跟工厂制造业 这两块 这两块看谁的脸色 看欧美国家的脸色 欧美 города他经济没有重启 外贸是肯定是好不了的 4月份 4月份,曾经外贸数据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们之前累积的订单没有做完 2月份3月份他们有订单,他们因为经济没有恢复,所以他们订单 积压在那里 到了4月份,他们就赶紧 人都到岗了,赶紧做,做完以后出口出去 所以他的这个出口就,4月份还出口不错,还有增长 但是你等到这个订单做完之后 那就可以关门了 这个厂子基本可以 就工人就可以回家了 基本上,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5月份很多大企业 不是那些中小 中小制造业,很多大企业 包括富士康 包括富士康 让大家回家 先修半年再说 修半年是什么意思,修半年的意思就是 半年之内 欧美国家还没办法恢复 没办法恢复,这个工厂运作还不正常 还不正常,大家就先回家吧,所以农民工现在是 最严重的情况,失业的情况是在农民工 那么很多农民工现在在干什么 返回农村 在返回农村 那么另外一头,城市的失业情况严重吗 非常严重 特别是那些中小 中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应该是 如果他没有非常可靠的 生意来源 应该已经倒闭了 所以这就意味着 城市里面的中低阶层开始出现失业情况 那么我们之前讲的这个数据其中有一大票,我刚才讲的 制造业这一块大概有500万 农民工这块大概有16000万 剩下的就是城市白领 城市白领这块会出现什么情况 这个连锁反应是什么 这个连锁反应是什么,就是 房屋 工楼 如果失业情况持续蔓延 那么银行就会面对 大量的房子 这就是现在的问题 最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果中国没办法控制 城市白领的失业的问题 那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后面就是金融危机 后面就金融危机 好,我今天 那么这里面有几个情况我要澄清一下,第一个 我上次讲那个Swift的时候 我说Swift总部在瑞士,其实不对啊,Swift总部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这个我要更正一下 那么还有一个 中国失业率到底是多少,这是个谜 那么我在网上看见李迅雷就是一个团队,一个做经济分析的一个团队 还是不错的,这个团队是,我经常会看他们 做的一些调研,他们是做 他们是数量经济学,用量化计算 还是比较靠谱的,这个团队的东西还是比较靠谱,我经常引用 那么他是这么说啊,他有几点 他几点 他说第一点 他有四个观点,第一点 就是中国的失业率和经济形势明显背离 明显背离 那么中国的两套失业率指标和经济周期相关性都不高 那么 都不高 都不高什么意思 都不高就不真实呗 然后他说,中国三月份陈镇调查失业率 跌到了5.9% 比去年年底只涨了0.7%,这明显 明显是不正确的,然后他再说呢,还说什么呢 说这个 城市登记失业率仅仅是在政府部门登记 并符合失业条件的人统计为失业 明显存在漏算 而调查失业率没有很好的处理 农民工的失业统计问题 也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他是很婉转 那么实际上一季度调查失业率升幅很小 但中国 一季度农民工外出务工人数减少了5000万 就是 农民工就有5000万没出来 这是一头 那么到底失业率是多高 他提出一个大概是在20%左右 就是说 目前登记新增失业人数可能已经超过了7000万 这个7000万就没有包含农民工这部分 度应的失业率大概是20.5% 这就是现在中国的失业率 这是李迅雷的数据 李迅雷的数据 那我们就讲讲这个 我们在讲讲什么呢,我们在讲讲那个 中央文明办,文明办不出一个摆地摊,我不那个什么吗 文明城市不再考核了吗 先说一下文明城市,文明城市是什么,文明城市是每年一度的文明城市评比 文明城市评比呢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绩,这个城市的 这个城市的书记跟市长 都是要算到他们政绩里面去的,它是有一套考核标准的 然后文明办就明察暗访,到处走 就按照这个考核标准给大家打分,所以文明办 成为什么呢,成为考核全国各个城市市长书记 他们政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 理解吗 所以这个机构其实讲得过去文明办什么鬼 但是其实它跟什么有关系 跟官有关系 只要跟官位有关系,这事都会被重视 所以大家看一下,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 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城管 那这个那个 为什么城管,为什么城管这么 叫什么 凶狠 中国每个城市都非常的凶狠,城管 那真的是如狼似虎对付那些小商贩 除了他的 除了他的官位有关系,除了他本身拥有的这个权利之外 背后是有股力量在推动他们做这件事情 这个力量是谁 就是那个市长跟书记呀 你想一下 城管管的事情是谁的事情 是文明办考核的内容 城管其实所有管理的内容 都跟文明办的那套考核标准有关系 因为这套考核标准关系到 市长跟书记的仕途 他一捏住了这里 那么各个市长 和书记 就会给赋予这个城管 巨大的权力 让他们去按照这个这套标准 去整治这个城市 那就 这套标准是非人性化的,他只要 整齐划一 整齐划一就不会有摊贩 就不会有地摊,所以你看那个 那个城管 一脚把别人那个水果摊子给踢飞,原因在哪里 背后的原因跟什么有关系 跟市长跟书记的 位置有关系,跟权力有关系 为什么我们经常讲 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 国家 其实这都反映在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环节 就是 当跟这个官位有关系的时候,马上会执行得非常彻底 所以每个城市 你看每个城市 城管 城管是非法定机构 在中国的这个政府的序列当中 城管并不是一个法定机构 不是一个法定机构 你看你看中国的这个各个部门 有没有城管这个部门,没有 没有城管这个部门 但是 政府可以城管多大的权力,非常大的权力 原因就是 城管 跟 官位有关系 这第1个,我们就讲这个 这个文明城市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然后就讲文明办 文明办简称 全称叫什么,全称叫 中央 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 委员会 办公室 所以简称叫文明办 实际上是中央精神文明指导委员会 下面的办事机构,这是个正部级的,非常高 是谁的部门 中共中央的部门 通常中共中央的部门 就是一个这样的部门 什么时候成立的 1997年成立的,成立这个中央文 中央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 成立一个这样的东西 那么一路下来 他是这个文明办的,文明指导委员会呢 其实是设在中宣部的 中宣部 设在中宣部呢,这里面有两件事情,其实他有一堆的职能 什么组织落实监督,什么各种文明交流推广等等 其实这个文明办就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跟我刚才讲的 文明城市的评比 文明城市评比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 在中国会当官其实讲的是什么 在中国其实讲会当官,其实就是会抓权 权跟什么有关系 权跟钱有关系 中央文明办,你想一下,这些文明办去各个城市考察 打分 这底下得多少 好处,我们就不说了,大家很明白 因为这里面有权力 你想,一个城市一个城市走下来 得挣多少钱 吃喝都不算,得挣多少钱 这是一头 还有一头 中央文明办管什么呢 管一笔钱 这笔钱叫什么钱 叫文化事业 文化事业建设费 你看,这是党的部门 党的部门理论上你应该用党费,他这个文化事业建设费 文化事业建设费是个什么鬼呢 他是 他是 税务局收的税 收的费 这个费是给党 用的费 我们叫党政不分,党政不分,你看又看见又来了吧 这是一件事,什么事呢 他是针对什么呢,针对广告费 一个是广告 一个是娱乐 收多少呢,收3% 所有的广告费,只要登广告 广告费的收入的3% 还有 娱乐场所,所有的娱乐场所 什么KTV呀,什么酒吧什么的,所有的娱乐场所 他交的营业税,按照营业税 营业税5%,现在已经取消了 他这个叫文化事业费3% 然后那个广告费,我印象中是11% 他是3% 就是按照他的那个 金额 收 3% 这3%给谁呢 给中央文明办 地方给地方文明办 在调调快快 这笔钱得多少钱 大家知道吗 这笔钱可真是数以千亿呀 知道为什么中宣部有钱吗 这笔钱 就是给中宣部的活动经费 大家知道为什么五毛 有钱吗 知道大五毛 为什么有这么有钱吗 就是从这里来的 为什么我特地要讲这个中央文明办 中央文明办其实是设在中宣部下面 是拿着文明办的名义 去收取国家的正税 这些正税跑到了中共的口袋里 去做洗脑的工作 理解了吗 知道的事情的真相吗 这笔钱是谁想出来的 这笔钱想出来的那个人就是邓小平的牌友 他叫丁关根 丁关根原来是铁道部长 就是打桥牌很厉害 邓小平跟他打桥牌 还有 叫聂 聂卫平 丁关根 邓小平 还有个什么万里还是谁 我忘了 他们都是桥牌的牌友 丁关根先是做什么呢 做铁道部长 铁道部长结果出了重大事故 撤了 撤了不干了怎么办 邓小平说那你就去做中宣部长吧 他就跑去做中宣部长 他跟邓小平关系很好 然后呢他就问 江泽民要了一个政策这是江泽民批的 江泽民批的这个政策是什么政策呢就是从 广告费 和娱乐 娱乐场所的这个 这个营业税里面抽3% 不是 从税里面抽 是另外收再收3% 给中宣部 中宣部谁来收 文明办来收 文明办 收这笔钱 交给谁 交给中宣部 因为他是中宣部副部长 他通常文明办的主任 是中宣部的常务副部长 来兼文明办的 主任 是个这么个关系 然后呢他就一个搞一个什么全国性的全国文明城市的评比 另外一个就是收这笔钱 帮 中宣部把这笔钱装好 然后他就是 讲得不好听 文明办就是中宣部的钱袋子 大家洗脑经费 就从这里来 从这里来 这些大外宣的钱从这里来 五毛党你看在这里冲锋县阵的五毛党 的钱从哪里来 从文明办的钱来 这每年数以千亿 所以呢这个钱 就是 我们讲中共是党政不分 什么叫党政不分 你看中共中央拿着 拿着这个 拿着税务局 收的税 收的费 直接拿走 这叫什么 这叫盗窃 或者是叫明抢 这就是中国的事情 所以我们讲中国是一个 官本位的国家 他们完全中共的治理国家的模式 就是一条 就是用官 官位 去控制官吏 然后用官吏 去推动他们想要的东西 但是其实 其实名字多好听 中央精神文明 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委员会 好听吗 但是大家记住 我经常讲的一句话 在中国 口号喊得越想的地方 背后的钱越多 你看中央文明办讲得多好听 背后是什么 背后其实就是钱 就是哪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就是 从那个 从这个正税里面 拨 哪一块钱给他 给他来干什么 干坏事 大概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就讲 两个主题,一个主题就是 中国的失业问题,中国的失业问题其实没有 没有一个完整的数据,因为 因为政府 故意把这数据搞得乱七八糟 当然他也在瞒报 但是中国的失业问题已经严重了,李信雷的数据是认为是20% 失业率 我认为远不止 我认为是远不止,中国的失业率肯定不会少于30% 这是第一 中国的失业率,中国的失业问题 将会成为现在一个巨大的雷 巨大的雷 倒不是说这些人因为没饭吃去暴动,不是的 中国人目前看不到 中国人会因为失业而暴动,不会的 但是他会引发金融危机 会引发金融危机,所以它是个巨大的雷 这是第1个,我们从几个现象,从 中央文明办到李克强的记者会 到我们看到的人民币的交易的情况 我们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2个就讲讲中央文明办 中央文明办 就是中宣部的一个钱袋子 我们看到的这些恶 都来自那里 好吧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那么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看到,让大家看到更多来自中国的真相 我们要告诉大家真相是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不喊口号,喊口号没意思 好吧,那我们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我们这里特别请大家帮助我们点赞 因为点赞是我们抵抗线流,抵抗五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所以点赞也很简单,就在下面 帮我点一下 这是第1个,第2个,请大家最近我们已经进入 洗粉阶段 所以 有很多网友会莫名其妙的失去订阅 所以 请大家都检查一下 检查什么呢,检查 王健这个频道 还在不在 每次要检查一下 不在了呢,就再订阅一下 还有一个,点亮小铃铛 参加我们的直播,如果你没有参加,没有收到的通知也没有关系 到时候就来就是了,我们的直播一直都按点发生 还有一个,你可以关注我的推特号 也可以关注我的脸书号,因为我每在 我通常会在直播前的10分钟 把直播的链接发到脸书和推特上面去 我希望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直播,因为直播 更有力量 好吧 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 三个 情况,问题,观点 OK,我鸣谢啊 谢谢 谢谢 王先生,你好,人在英国 上周回公司上班了 不能常来直播,一直听你的节目,对我的三观改变很大 一直会支持下去 谢谢你,谢谢 谢谢,小小心意,请王老师喝杯咖啡,好的,谢谢 谢谢,王先生,美西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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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要有投票权,是的 谢谢 谢谢 超赞王先生的节目,我们现在全家都看,谢谢你 漫画拼图,谢谢,王先生好 香港朋友好,台湾房产是香港三折 女生温柔,声音甜美 移民前请考虑一下台湾,香港加油 好的 OK好的 软光能,谢谢 谢谢 周凯,谢谢 姥姥王,谢谢 在中国留下最坏印象就是城管 凶神恶煞 欺负弱势 只想喂饭 只想喂饱家人的摊贩 如果我能真想反击他们 是的 但是他们后面站着市长和书记 谢谢 LITTLE LAM,谢谢 BELA RUY,谢谢 谢谢 七毛猖獗,大家点赞,是的 七毛非常猖獗 谢谢 好,我们进入互动 观点,一个国家要设文明办公室,说明这个国家不文明 非常准确 中国的事情是什么,中国的事情就是 喊什么 就没什么 他在喊中央文明办 那就是不文明的国家 观点,摆地摊当官的真的活在中世纪,现在淘宝 拼多多已经有很 有多少人在摆地摊 谁拼得过谁,不过A 百姓的死就是B百姓的死 不是A百姓的死,就是B百姓的死 弱肉强食罢 你想一下 摆地摊是什么 摆地摊就是没有出路的出路 摆地摊就是没有出路的出路,就是你已经没有其他的出路了 找不到工作,做小买卖也不行,只剩下了摆地摊,摆地摊是做小买卖的最低阶段 所以你要知道 当一个国家在鼓励老百姓去摆地摊的时候,那么他的经济情况已经崩溃了 已经崩溃了 所以毫无疑问这件事情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你说摆地摊能不能卖出去呢 一定能卖出去,只要你够便宜 摆地摊其实就是拼 低成本 所以 所以摆地摊这件事情 对于老百姓来说,他有个更便宜的选择,他一定会去的 这个是这样的 情况,地点上海长乐路法租界附近 一条街的门店,目前有40%到50%已经关门 对外招租 还有20%30%低价清货 估计很快也会关门 餐厅生意,年前需要排队 现在入座率60%,从来没见过这种境况 是的 全中国都是这样的了 情况,商业街和商场 早就被电子商务击垮了,只有服务业和日用品 餐饮能做,不过以目前 能做1万的 以前能赚1万的,现在只能维持三五千 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现在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情况,北京 IT行业十年工作经验 智慧城市项目 失业在家4个月 之前在华为,2、3月份还是有视频面试 4月份开始网上 职位变少很多,变少了很多 华为应该还可以啊,华为至少有点光环吧 华为不行吗 华为应该还可以吧 就是我说的是华为经验,网上还是有很多 很多人喜欢要华为的人呢 为什么 还是华为这个作为 华为过去10年吧,我印象中,都是中国排名第1的最佳雇主 给钱 大方 情况,北京领失业救济金需要居住证 二等公民证件 失业后我开始跑美团外卖 去送餐的时候 谁会想到我之前月薪三万呢 现在外卖一天就中午两小时,收入在50到70之间 我印象中好像是说3月份还是4月份 每团一个月就增加了200万个外卖外卖员 3月份好像是 情况,这两天健身,健身房员工说 好几个月都发不出工资了 你还敢去健身房 情况,刚刚从国内前三的地产公司失业 人士跟我说,集团总部开会 今年到现在总共裁了两次人,缩减开支差不多要求30% 情况,坐标巴厘岛 现在印尼产品进口到中国有极大的限制 运费上涨30%到60% 同时多个品类受限,本身就受困 现在买卖土特产生活都很难 情况,我在广州,我每天点外卖,以前送餐的都是年轻人 现在很多大叔 证明农民工很多失业来送外卖了 观点,几乎可以肯定风情行业 而且主要是路边发廊会迎来一波大发展 OK 情况,有人说李克强是故意哭穷 因为各国要让中国就疫情赔款 还说私人小业主 都是用最低工资报税 像越少这种职业收入,都是现金收入 约入2万人民币,会被政府统计为无收入人员 你想一下,他是个总理 他会故意哭穷吗 你想想看 各国追讨赔款的事情还远着呢 就业的问题就是眼前火烧眉毛的事情,这两件事情不能放在一起 情况,广东省已经通知可以摘口罩了 除非在公交车或者电影院等密闭空间 中小学里面已经不用戴口罩了 提问 王老师 你好 华为开始做安防视觉,你怎么看 那大家都不要做了 如果他做安防视觉的话,你基本上大家都不用做了 四个字 寸草不生 华为进入哪个行业 哪个行业就寸草不生 观点,我觉得这种大规模无差别的取消学生签证 其实受伤还是中国的中产 压根没有打到痛处 应该做的是冻结这些人大常委 这些人的资产,还有这些人的家属来美,他们才有感觉 提问,坐标成都,王先生方便分析下中国的培训机构的现状吗 我是从事培训机构的 现在学生很少 我觉得培训机构 三个受疫情打击最大的行业 第1个是旅游行业 第2个是酒店行业 第3个就是培训行业,这三个行业排名不分先后 那么培训机构的打击肯定是在疫情期间打击是最重的 如果你现在还活着 你这个机构还活着 那还能活下去,那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为什么 需求是在的 当这个社会开始恢复的时候,需求又会慢慢的起来 所以你可能还能活下去 但是有一点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 我相信未来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培训行业 再也没有过去10年的荣景 就是过去10年中国的培训行业非常挣钱 需求非常的旺盛 所以培训机构 雨后春笋般的出来 很多人挣了很多钱 但是 未来10年 培训行业将面对一个非常 非常残酷的局面,那么需求肯定是大幅的下降 为什么 经济不好 培训这块的需求 培训这块是最先被砍掉 你想一下就知道 我讲的是什么 他跟餐饮不一样 餐饮 我原来吃100块钱的,我现在改吃30块钱 没问题,我还得吃 30块钱不行,我再吃15块钱 我还是得吃 但是培训不是,兴趣班 那就少上两个兴趣班 父母收入下降,孩子兴趣班就要减,这是没有疑问 所以这个 培训机构的现状是非常的不好 而且前景不好 所以你要考虑一下 网友答未来 网友答未来英语培训 和留学肯定是不行了,有一单做一单 情况,本人从事旅游业 今年1月24号被CCTV官宣失业后 将近5个月的时间了,国家不给一分钱的补助 周围的同事都在想办法各种方式自救,有些同事还背着高额的房贷 复工遥遥无期 活着真的是件大事 我看朋友圈里面近是做旅游的朋友在那卖货 各种自救,我相信这是其中一个 毫无疑问,刚才讲过了 前面讲过培训机构,现在马上来个旅游 旅游业呢,我觉得可能会比 会比这个培训机构的情况会好一些 但是也好不到哪去 旅游业的需求会比培训机构的恢复的要好 但是也好不到哪去 因为过去过去一段时间 旅游的这个膨胀的也很厉害 旅游啊,培训啊,这都是经济不好最先砍的部门 所以呢,荣井不在,这是没有疑问的 但是旅游会稍微比培训要好一点 情况,我这附近有一条街的门脸 从东到西300多米 就剩两家银行 两家药店 其他全部转让 转租 情况,听南京某省 所有 某省,南方某省,所有老师工资减2000 我reopen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健身房取消会员,所以刚才健身的朋友 观点,摆地摊的黄金地段谁管 难道用抢的吗,这又是一波收管理费的项目 共产党除了罚单 还把脑筋动到了底层 都得动 各个层 共产党也有高层低层 低层 高层收收高层 低层收低层 一样 有对应的 坐标 东京,今天日本自卫队为了感谢战斗在前沿的日本医护人员做飞行表演 美国上期就做了 看了觉得疫情中所有消极情绪顿然消失 不得不由衷的感叹,这真是一个充满着人性光辉又极度低调的国家 提问王先生好,请问大家一直说包子初中生水平 为什么一个初中生可以将权力玩于 涨骨之中呢 你说过中共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这一次包子绑着中共一路没路狂奔 中共自我调节能力已经完全上失了吗,谢谢你的解惑 你这是质疑我 好吧,我们来说说 第一,包子不是初中生的水平 包子是小学生的水平 你肯定没有认真 看看包子的简历 他是个小学生,小学毕业生 这是第一,第二 大家不要小看小学生,小学生完全一样可以玩 跟你的文化水平没有关系,教育程度没有关系 玩弄全数这件事情 是人类的本能 你去一下幼儿园,你看一下 幼儿园的小孩子 在一起 一样是要玩弄全数的 我讲的是一个正常的幼儿园 不算那种洗脑中共的,就是正常的一个幼儿园 你看一群小孩子在那里玩 他们之间也有全数的 玩弄全数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人类的 求生的其中一个 一个属性 这个属于人性的其中一部分,所以跟他的教育程度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这是第1个 第2个 中共有很强的学习能力,是的,我说过这个问题 中共 中共比苏共 相比,有三点不同 第1点 中共比苏共 有更大的弹性 苏共呢,他背着很多的原则 中共基本上没有原则 就没有底线 苏共是有底线的,苏共有他的一套系统 理论系统 还有他的伦理系统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苏共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中共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底线,苏共就是 中共一直存 中共一直是 底线思维 就是他一直活在 他一直活在一个要完蛋的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他没有底线,他只要活就行 中共是深深地置根在中国大地 中国大地就是 一直是这样的 这样的鬼情况,所以呢 第1 中共比苏共有弹性 这是第1个,第2个 就是因为他有弹性 而且他的生存状态非常的差 苏共一上来,一下子把这国家控制了 他就过得挺好 中共一直没有,中共一直 跟国民党打 所以他就要学习,他不学习,他就完蛋了,所以他学习能力很强 弹性 弹性就是没有底线 还有第1,还有一个 中共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他任何时候 他都在考虑一件事情 怎么样获得政权 怎么样保住政权 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这件事情展开的 那么所以 中共到现在还在掌权 原因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中共的自我调节能力,中共自我调节能力没有丧失 没有丧失 但是 中共本身就是个极权的政党 跟中国是个极权国家是一样的,他是一脉相承的,一件事情的两面 所以 你自己都很清楚,是包子绑着中共一路陌路狂奔 所以跟他自己的调节能力 管用吗?就不管用了吗?是不是 观点 来美11年,开始不喜欢美国人有枪 时间长了才理解,这才是真正的 We the people 一个政府敢给老百姓发枪 才是真的人权,如果今天香港人手里都有枪,全民皆兵 也不会这么被欺负 情况,华为一直在做,也帮他转了 很多钱的各种监控解决方案 只不过都是冠以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之类的叫法 提问,请问这次疫情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世界上发生 的最大的事件吗? 应该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吧 应该是吧 全人类同样面对着 同一件问题,而且死这么多人 观点,以史为鉴 当前中美关系有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参照对象 就是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关系 五十年代中国从苏联阵营脱离 也没有投入西方阵营 走独立发展道路,但是带来的是经济崩溃,科技落后 几千万人的饿死,各种政治运动 可惜中国没有真正的去反思,吸取教训 中苏翻脸,中苏翻脸其实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 那么 为什么又没有投入西方阵营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没有人要他 不是他想不想投入,他想投入啊 问题是没人要他 你看那帮臭流氓突然跑出一个人来,说他要加入你,你会让他加入吗?当然不能加入,这帮臭流氓 他其中也 也是个臭流氓,我怎么能要他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中共脱离了 苏联阵营 自己挑 单干 单干是怎么样 单干就是饿肚子活不下去啊 就是这样的原因啊 中共从1949年建政 一直是 一直是一穷二白 一直是一穷二白 好,到了1978年实在过不下去了,到自己都要饿肚子,中共自己都饿饭吃了 好吧,没办法,改弦更张吗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才几年 踏踏实实的干了几年事情 中国经济就上来了 中国不需要政党 中国啥都没有 自己跑 都比共产党好 好一万倍 就这个情况 你看现在,每两年好日子过 习近平开始折腾了 这就是什么,我经常讲的那个 乌龟和蛇的故事,他就是要咬,他的本性就是这样 情况,关注王老师很久,第一次留言,在推特上保留了一些关于香港的图片 特地调了一下颜色 结果发微信朋友圈,还是指有自己能看到 后来截图重发,发送成功,但回复的人并不多 想以自己微弱的力量,让墙内更多的人认清真相 但真的好难 看到香港同胞手无寸铁,但也勇敢的起来抗争 这种悲壮的心情很心酸 为他们祈祷 祈祷每一位香港同胞平安,祈祷他们信仰的荣光 不会熄灭 加油 我最敬佩的人 谢谢你啊 老实说 在你看推特上面,在推特上也好 在YouTube上面也好 香港 香港问题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什么指标 你看 平时我反共,我反这个反那个 骂中共,骂谁 这种空帽子死尽,到处乱飞 但是真正的事情来了 我每次都讲 一碰到大事 你就看 大家就要观察什么 观察YouTube这些所谓的大V们 他们是什么态度 你去看一下 就很清楚 在香港这件事情上 YouTube上面有到底有几个人在支持香港人 帮助香港人 有没有超过10个人 有没有超过5个人 也不超过 所以呢 这里面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情况 真的很多 真的很多大外宣 有明的有暗的,明的大家都知道了,已经被唾弃了,一个视频都不超过一万的流量 那都已经被广大网友 已经 已经抛弃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隐藏的外宣 还有什么 还有一些 中共的同路人 所以 香港事情,这个香港的事情是个什么事情 香港的事情就是个试金石 他三观正不正 他到底能不能,有没有资格站在 YouTube这个平台上向大家喊话 表达他的观点 就看什么 就看香港这件事情 他有没有帮香港人 你在喊多少什么人类普世的价值观 什么叫人类的普世价值观 人类普世价值观就是支持香港人 这就是人类普世价值观的 落地 如果这一点都落不了地 平时在那吹牛的 都是吹牛 都是吹牛 真正的 真正的要把这些事情做出来 而且真正去推动这件事情 才是真正有资格 在YouTube上面 在 推特上面 去向大家喊话的人 所以大家一定要 我每次说,一碰见大事 一碰见这些 大是大非的事情 大家就要去明辨一下 明辨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什么人 平时看到人模狗样,一到关键时刻就掉链子,为什么 他就是同路人 要么就是大外宣 没有别的 只有这两种情况 我本来是不想说的 但是我实在是,你说的这里我听得很生气,为什么 真的是支持香港人的声音太少了 我觉得太少了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支持香港人 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我 我不是那个什么,卖口乖 真的要让支持香港的声音传得更多,传得更远 让更多的人来支持他们 他们真的很可怜,他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他们只想 按照他们 祖祖辈辈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而已,他们没有侵犯任何人 那些小孩子,那些年轻人 那些老人 好吧 我们继续 情况,王老师,你好,追了你半年节目,每天必看 坐标上海 四年前看不惯城管欺压摊贩 拔刀相助 逗了六个城管,进了看守所 家里用尽关系把我捞出来 出来后,我就变成单位里的另类 一直 但一直跟我太太说 我不后悔这样做 今天听了你的节目 我想说 逗城管我自豪 好样的 这有血气的人 很棒 情况,一个浙南工厂老板,工厂开了30年 去年的疫情,后来响应复工,复产做了6000万产品 堆在工厂里,只销出了9万 那完蛋,真的是 被坑了,真的是被坑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气死了 世界前三大公司的其中一个承包商 上半年亏了500万,全年预计亏八九百万,很难过 前两年很多国企承包商都不干了 外企回款比较快,可以想象 其他承包商应该是寸草不生 情况,国有文化艺术企业 过年到现在只发了2000块,只能在老家啃老 每个月还要还车贷房贷,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另外父亲的退休金之前 一个月11000多,明年开始减到8000 情况 现在很多人 套信用卡 预测经济在持续糟糕的情况下,大部分人都会还不起房贷 信用贷 这样是不是现在可以多套钱出来 反正到时候大家都还不起 银行拿你没办法,法不责重吗 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 那你记住 在中国 只有权力 比法大 但是法比你大 记住 在中国法比你大 不要去违法,违法成本是非常高的 你会付出非常大的代价,所以别干这种事情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要让自己处于一个 被逼到墙角的地步 好吗 这个非常重要,大家记住 中国 中国 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但他治不了官,还治不了你吗 你想想这事 王先生你好,我在柱三角有工厂 前年工厂 有百多工人,去年减半,今年三月开工,五月份工厂缺单 所以决定放假两个月到七月 七月中,到时候情况如何,天知 住三角我有很多朋友,行家,像我这样停工放假的工厂颇多 有放一个月的,有放两三个月的,甚至放半年的都有 至于未来,几乎没有人看好 每个人都抱着过一天算一天,撑不下去就关门大吉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是的 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情况,日本除了给国民所有长期合法在日本的外国人发10万元之外 10万日元之外 因为疫情生活困难的大学生、高中生、高 高专生 包括留学生 都可以根据情况再申请10万或者20万的补助金 这笔补助金总额是530亿日元 对象是 对象学生是40万,3万人 鸣谢 谢谢,王剑老师辛苦,请你喝一杯 菊普茶,好,谢谢 谢谢,请大家点赞,支持王老师,美西加油,谢谢 谢谢,专请美西喝咖啡 谢谢辛苦,踢掉八毛 OK,什么时候加一毛的 马宁,感谢王水勇于探讨这么沉重的话题 中国人 中国人刚刚能吃饱饭 为了一个人的野心,又要受苦了 谢谢 谢谢,加油王先生,支持你 这是 谢谢,全家一边吃早饭,一边听王先生解析 感恩有你,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记得把我们的视频 分享给大家,分享给 我们的网友,好吗,谢谢 再见,谢谢 谢谢